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流浪评特卖会 婆婆妈妈疯狂抢便宜 毕竟经济不景气 主季处最新公布第一季GDP 大坎0.2% 来到负0.84% 连三季负成长更创下6年来 单季最低 出口跟投资都不如预期 但是呢民间消费成长的动力略优于预期 看一看国内智库对今年的GDP展望 中研院1.74%最高 主季处2月预估全年有1.47% 台经院最悲观认为今年剩1.27% 但第一季惨淡 全年保一再添变数 没有有多大的 比较负面的这个因素出来的话 我想我们在第二季末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一些经济数据的这个曙光 台湾GDP不给力 加上美股重挫 29号台股盘中大跌百点 中厂重挫95点 失守8400点大关 传交量762亿元 苹果供应链的压力会加深 外资如果卖超 股市就会下跌 击败不景气 准金管会主委丁克华分析 找不到投资标的 让银行前满为患 规划吸引10兆海外资金回台 一改当前的低经济成长 低薪跟低利率 三低困境 国人投资海外的那个基金 也非常多 跟国外做竞争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 第一个就要更自由化 财经内阁有默契准金长李世光 更说如何让经济好转 是最大挑战 上任第一步 先推绿能驱动产业 尤其是电动车这一块 目前看得出来的话 是美国发展的一个方向 台湾GDP在亚洲四小龙掉车尾 经济盘旋谷底 如何突破 全民都把希望放在新政府身上 东森财经新闻 陈敏峰这么想 太友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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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